丰田有GR 那现在有什么呢 就是高兴的N品牌 Now we're just driving 今天的主角就是伊兰特N 提起伊兰特 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很多年以前 国内最畅销的家教之一 但是多了一个N却是脱胎换骨了 本次天马赛车上 一天的体验下来 俗一点 用一个字去概括就是爽 先来报告一下参数 搭载2.0T四缸发动机 最大输出马力280匹 峰值扭矩392Nm 这个参数呢在2.0T发动机当中呢 算是中规正矩 那爽点在那呢 方向盘的右下方 有一个红色的NGS按钮 俗称真男人模式 有点像赛车游戏的味道 但请可以顺便提升波轮增压值 最大输出马力 增加视频 第二呢 说实话虽然不太能感知到 但是对于圈速度 觉得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爽 在于现代自研的8DCT变速箱 降到非常之快 如果你使用半导波片 你就会发现 你刚给出指令 啪了一下 立刻就会执行 哪有经济体验过的 领克林三驾赛 你们对比的话 伊兰特N的8DCT 绝对是要快过8AT的 甚至可以媲美 奔驰A35的7DCT 第三是选价三驾 无论是硬件配备 以及调教上 都很爽 首先这个车的前脚 搭载了ELSD 而对新手都很好 即使赛道中 有转向不足的情况 你直播给别人 剩下的放心交给ELSD 可以极大成功上 一步技术上的步路 其次调教爽在那里 明显感觉到 悬架比较有韧性 在赛道中 我是故意吃了一点 路肩 但它给到我的感觉 并不是死硬 而是 允许整个车身有 歇许扭功 高速转弯 悬架拉都是浮身 极限非常高 开起来 信心时 也会很爽 第四个爽 在感官 刺激十分到位 听着很爽 高抗声浪 加上放炮 这些元素 它都有 而且并不是自嗨的那种模拟车 背后就是轮胎以及外观件 看起来非常性能 很爽 轮胎搭载是米其林PS4S 可以说是目前的 备翔阶胎 再加上一系列的 碳相外外观套件可选 也能满足世界上的手 那么伊兰特尔N 会定价在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 领克零三家Sign定制版 售价接近26万元 奔驰AMG A35 售价接近40万元 在这台车开起来 我认为 从变速箱层面 绝对要好过领克零三家Sign 如果定在30万元左右 绝对是高兴价 再来 昨晚 经过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